大家好 这次呢咱们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VBS当中的循环 循环 那么在VBS当中循环的话呢 正常情况下的话呢有好几种的 其实有三种 第一种是loop 对吧 第二种是什么呀 这种wind 还有一种是什么fall 还有一种是fall 那么咱们呢就把常见的两种给大家写一下 其实最常用的就一种fall循环 fall循环 那咱们这里面说两种 那么还是这个用VBS编程工具来实现 大家看着 第一种的话我们用loop循环 比方说我要计算一个 从1加到什么 加到100 是吧 这个大家都记得 结果是多少 结果为多少 5050是吧 那咱们能用两种写法 那么第一种我们来看一下 OPTI 这个呢是表示什么呀 强制的什么呀 变量声明 DIMM 然后呢 SUM I吧 然后呢 是SUM 那么I呢 从几开始 从1开始 SUM呢 初始化为0 那接下来我用loop循环 do while while什么 当我们的什么 当我们的I什么呀 小于100的时候 101应该是 对吧 E加到100 小于100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SUM等于什么 SUM加I 同时 我们的I什么呀 等于I什么呀 加1 要能自争论是不是 好 接下来什么 LOOF 然后呢 把我们的什么呀 SM这个结果答应出来 是不是 SM结果答应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while 循环 啊 我们来看一下 点start 好 大家看 是5050 这是一种循环 当我们的while条件 一直成立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下面这句话 如果说 如果说条件不成立呢 它就会一直循环 那假如说 在这个里面 我要做一个判断 假如说 我说 当我们的I 大于10的时候 我就要退出循环 把SM打印出来 或者是什么 我退出循环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变成55 意思就是什么 当我这个I已经大于 运行到10的时候 我就要退出来 大于10的时候 运行到10 I等于11的时候 我就要退出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while循环 dowhile 那dowhile loop循环 那么接下来我们学另外一种 叫for for循环 同样的 这道代码 比方说我把它注释一下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去 for forI等于多少呢 等于1 to多少 to100 从1到100 然后后面中间跟什么 跟循环体 SM等于SM 加i 好 下面是个next 这是固定的写法 forI等于多少 to多少多少 next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也是5050 对吧 说明这个循环也是可以 那么在我们实际工作过程当中 我说实话用的循环比较多的就是for循环 而我们的loop循环用的不是特别多 还有一个是wire wind 这个wind 这个循环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希望朋友们记住的就是for循环和loop循环 i等于3 那假如说我想需要的数据之间有间隔 比方说13579 以这样的这个基数来执行 那这次怎么办呢 哎 后面跟什么 这个地方叫step 比方是step2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是135 13 然后再加2 13579这种方式来了 那所以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表示不长 那我们一般的我用循环来说的话 就是用for i等于2多了多少 所以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呢在我们VBS变程当中呢 使用的就是循环操作 那经常会有种 可以这样的 后面我们学这个自动画 写自动画脚本的时候 大家会感受到 会感受到 OK呢 这次课呢 给大家主要是讲的这个循环 那VBS变程当中的循环 那希望朋友们自己呢 这个看完了以后呢 自己动手写一写 动手写一写 那咱们下次课呢 学习一下这个 呃 判断语句 依附语句和这个 Case语句 依附语句和Case语句 其实也是选择嘛 分支啊 OK 这次课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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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